民国女作家萧红 曾常网地说 女性的天空是低的 羽翼是稀薄的 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 乌梅摸索着弟弟阿加尔的后背 算作一点微薄的安慰 可是阿加尔突然掏出手枪 正对乌梅不明所以的心脏 阿加尔发疯似地往前跑 在公交车上 他还在手枪 还是忍不住回头探侃 但一切为时已晚 罪孽已然膨胀成 不可逆转的天前 独自一人来到医院 做流产手术的乌梅 对于婚姻感到无望 他悲气的双眼 看着窗户弥散的日光 不断地拉长生活的寒窗 餐桌上 儿子节目童言无忌地说道 自己并没有和妈妈 一起去看梅莱克姨母 乌梅的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 她企图用喂饭的方式打断儿子 可被制止的节目并不配合乌梅的演戏 面对爸爸凯尔的暴躁呵斥 节目委屈地离席躲进屋里 看着凯尔紧随其后 欲将重演顾忌 乌梅连忙阻止他的暴力行为 但却被凯尔重重地推丧 撞在墙上 凯尔随手锁上的房门 任由乌梅如何呼喊都冲耳不闻 凯尔将儿子关进了小黑屋 对于凯尔的做法 一家人早就习以为常 根本无人阻止 只有乌梅无力地坐在地上 咬牙痛哭 借着昏黄的台灯 凯尔抚摸着乌梅的胳膊 算作安慰 随即他不顾乌梅刚做完手术的虚弱 强行占有他疲惫又沉痛的身体 终于忍无可忍的乌梅 趁家中无人 带着年幼的儿子躲回了娘家 毫不知情的母亲 看着女儿和小外孙一脸宠溺 但没见到女婿的身影 心中又开始泛起的嘀咕 爸爸下班后 同样喜出望晚 但得着女婿依然在伊斯坦布尔 又不断地追问 他何时赶来一家团聚 在妈妈的掩护下 乌梅才算是暂时逃过一劫 妈妈贴心又无奈地叮嘱乌梅 你爸爸患有高血压 不能受到刺激 晚饭时 爸爸不停地询问凯尔的事业 不想一味说谎的乌梅 刚透露出话茬 就被赶回家的阿加尔打断 在父亲的呵斥下 阿加尔如同碧猫鼠一般 乖坐在餐桌旁 哥哥穆罕默德 似乎察觉到了一些差池 他眼影中带着条件的意味 警示乌梅 乌梅和穆罕默德向来不和 你来我往见 穆罕默德拍案而起 爸爸用不可制服的权威 让一家人不敢再造次 阿加尔前来安慰伤心的乌梅 他委婉地替穆罕默德求情 并说出了一家人的隐忧 如果不让节目回到凯尔身边 那么留言就会把节目定义为私生子 乌梅看着自己一手带大的弟弟 放下了心中的芥蒂 可是客厅中的爸爸 却自降身价给女婿一家打起的求和电话 他希望将所有的不是归咎到乌梅身上 从而使得凯尔转还心意 看着熟睡的女儿和外孙 游行重重的父亲 还是试读情深地替他们盖好的被子 一早醒来却不见节目 乌梅有些惊慌失措 得知是被爸爸带去做祷告后 才算放下心来 妈妈对着洗澡的乌梅 试探性地劝她不要自意妄为 即便她知道女儿难言的委屈 但是她更不希望 女儿被世俗观念的大火灼身 看着穆罕默德正在陪节目做游戏 乌梅似乎又对亲情燃起了信心 乌梅乘车去找好友阿蒂夫弹心 而负责钉烧的阿加尔 因为给乌梅放了绿灯 一回到家就被父亲打脸教训 看着隐忍的弟弟 乌梅十分愧疚却无法相帮 妹妹拉娜满足地告诉乌梅 自己拥有了一段甜蜜的恋爱 并且还有了步入婚姻的打算 乌梅想用自己的前车之鉴 仅是拉娜慎重 但显然她并不是拉娜的参照物 甚至在拉娜抗拒的眼神中 她感受到了自己的失败 可她还是答应妹妹 会在婚礼当天陪着她 母亲耐不住留言向乌梅抱怨 但乌梅坚决的态度 却让母亲压不住怒火 在工厂上班的爸爸 不断地忍受着 公友们的指指点点 可乌梅仍旧沉浸在 自己构画的理想天地中 她如愿以偿地 得到了一份满意的工作 晚上借着看电视的油头 爸爸暗示乌梅 任性也要适刻而止 面对女儿所承受的家庭暴力 却认为是夫妻刚长 理所应当 乌梅对于爸爸的 迂腐理论难以信服 虽然妇女二人 没有大吵的力气 但乌梅却一不做二不休 烧掉了自己的护照 妈妈发现乌梅自端后路后 愤怒地将一个 恨铁不成钢的巴掌 甩在了乌梅的脸上 一时间 乌梅成为了家里的钉子虎 难免的妈妈要求爸爸出面 请求凯尔将乌梅接回家 爸爸唯一所恨的 就是乌梅是个女孩 她先天就丧失的许多权力 凯尔便不买岳父大人的账 气得爸爸恼羞成怒 一面骂着乌梅是贱人 一面将恶狠狠的巴掌 打在她的脸上 乌梅成为了凯尔眼中的荡妇 也成为了一家人眼中的破抹布 她的存在只能给家族抹黑添堵 凯尔不愿再与乌梅将就 但是她提出要回节目 乌梅坚定地摇头 回绝了无理的要求 乌梅拉着儿子的手 要离家出走 但是却被手机眼快的 穆罕默德阻拦 力量的悬殊之下 乌梅败下阵来 穆罕默德抱走的节目 无计可施的乌梅 用尖刀划破了自己的胳膊 看着悲痛欲绝的乌梅 爸爸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妈妈不停地摸索着乌梅的头发 终于一家人在乌梅的固执面前认输 将节目送回到她的身边 母亲只能将希望 寄托在真主之上 恳请真主保佑乌梅 不受街坊四邻的敌势 但真主并不是有求必应 乌梅突然听到 爸爸和穆罕默德 要暗中把节目送还给凯尔 惊慌失措的乌梅 准备当晚带儿子离开 但上锁的房门 却成为她的困兽牢笼 乌梅只能选择下策 她拿起手机拨打了求救电话 警察的到来 让一家人更加愤恨 乌梅的自保行为 本就脆弱的亲情 瞬间变成了咒怨的导火索 面对爸爸的唾起 乌梅无比平静 她现在只想保护好节目 来到妇佑救助中心后 乌梅总算卸下了防备 心灵手巧的乌梅 对于工作十分得心应手 重新回到学校 更是觉得充实 日子越来越有盼头 但她还是放不下 对家人的牵挂 她不听劝告 与弟弟见面 并托弟弟帮自己给妈妈带信 但乌梅没想到的是 信被穆罕默德发现 好在她没有追问乌梅的所在 乌梅发现同事斯蒂佩 总是对自己献殷勤 暧昧的气氛 慢慢阴运在忙碌的空间里 但被退婚的拉娜 却在房间里痛哭流涕 她不责怪 见风使舵的杜兰家 而是把所有的错 都归结于乌梅不守附导 她不得不找一个理由 搪塞自己的急切 因为她已经怀孕 没有退路可走 无计可失的母亲 请求乌梅 为了拉娜的后半生选择回头 但乌梅的坚持 却让母亲说出了恩断义绝的伤心话 不仅如此 因为乌梅的缘故 在酒吧里的阿加尔 也受到了空前的侮辱 对此 穆罕默德为了面子 和对方大打出手 被打得满脸世上的穆罕默德 从朋友那里得知了 乌梅的落脚点 气势汹汹地来到妇幼中心 大呼小叫 在栅栏外 她如同凶兽一般 被乌梅的话刺激得更加狂躁 在阿加尔的阻拦下 她才被拉上了车 乌梅只好带着儿子继续奔波 离开前 她留下的一件衣服给卡门 她告诉儿子 人在离开前 一定要留下点东西 算作痕迹 也算作念想 乌梅不想把阿蒂夫牵扯进来 但孤立无援的乌梅 已经没有更好的选择 阿蒂夫建议乌梅 起诉穆罕默德 但亲情的稚骨 仍旧在束缚着她 在宴会上 玩得忘乎所以的乌梅 突然想到斯蒂佩的邀约 她急匆匆地赶到 好在 斯蒂佩还在耐着性子 等她出现 斯蒂佩认真地听着 乌梅讲述压抑 但又充满力量的心声 她带着乌梅 去期待着城市的黎明 在飞走的沉渊中 乌梅感受到了 前所未有的生命激情 她鼓足勇气 带着节目出现在了 拉娜的婚礼上 可是众人 却将乌梅当作不速之客 进行驱逐 她是一家人的厄运 是不被认可的存在 阿加尔在父亲的受益下 拉走了乌梅 乌梅气愤地指责 阿加尔望恩负义 效仿父兄的阿加尔 正在成长为一个 勇敢的男子汉 她伸出了自己的手 毫无顾忌地 打在了乌梅的脸上 节目不明白 妈妈为什么不能带自己 光明正大的参加 拉娜的婚礼 儿子的话 如同尖刀一般 划过乌梅的心 她拉起儿子的手 再次走进了礼堂 一把夺过麦克风 倾吐着自己的无奈 在众人的审视中 她气不成声地呼唤着 家人心中的温情 但换来的 仅仅是穆罕默德的 拳脚家身 她彻底成为了 被众生遗弃的 堕落天使 乌梅带着儿子 来到了斯蒂佩的家 斯蒂佩用自己的温情 包裹着她的无望悲鸣 而乌梅仍旧相信 父母会原谅自己 只不过 他们需要时间 消化对自己的憎恶 斯蒂佩的爱意 给了乌梅一往无前的力量 可是上天 也总是捉弄可怜人 在开斋节这一天 乌梅带着亲手 制作的蜜糖酥皮 看望爸爸 但是连家门都未曾踏进的她 却成为了父亲口中的败笔 失去亲情庇护的乌梅 祸不担心 一家人都在帮着凯尔抢夺节目 看着切丝底里的乌梅 爸爸不能丢失更多的面子 不得不出来当和事老 而抱着儿子的乌梅 就如同抱着整个世界 斯蒂佩尝试着问 再婚是否能让乌梅的父母安心 乌梅感激她的询问 但她心中明白 这在父母的心中于事无补 爸爸凝重地看着 穆罕默德和阿加尔 似乎有一件大事正在酝酿中 还没等计划施行 乌梅就收到了爸爸住院的消息 看着病床上呼吸吃力的父亲 乌梅有些于心不忍 她诚着地向父亲致歉 她希望能够重新成为父亲的骄傲 可这父亲的一声道歉 却让乌梅更加愧疚 而她以为的亲情复归 却在弟弟掏出枪的那一瞬间 化为的灰烬 阿加尔梅能狠心地抠动扳机 她疯狂地飞奔到公交车上 看着姐姐 但穆罕默德 已经用一把匕首刺向了乌梅 可是冥冥中的阴差阳错 却让杰姆替乌梅受了罪责 看着闭上眼睛的杰姆 乌梅失魂落魄 她终于明白了父亲的歉意 究竟所为何来 悲痛欲绝的乌梅 将所有的事情连在一起 她突然恍然大悟 她所攀附的亲情 不过是一曲 昭然若揭的悲歌 亲情变成了 远远相报的导火索 人只能够在混沌与亏欠中苟活 所者一趟步履匆忙 节目按照妈妈的提醒 留下很多很多的不解 为什么爱 也会变成捆绑希望的枷锁